之前和大家試駕了幾輛 50 車款 很多朋友問我 Steve 有沒有大部,空間大一點 又可以續航長一點,讓我們做到港車不上 我身邊這輛是 50 的 Cloud EV 正正為了大家這些要求而設 這輛 Cloud EV 其實內地的名字叫寶俊雲朵 但由於這輛是主打海外出口市場的猶泰版由印尼製造 所以名字會改為 Cloud EV 前後都用橫向式的 LED 燈組 亮黑色窗框 隱藏色門柄,以及用 18 吋輪圈 電池用量 50.6kWh 續航力 2CLTC 標準下是 460 公里 快充的話,30-80% 電池只需 30 分鐘 中充的話,20-100% 電池只需 7 小時左右 車前和後都有充電位,都頗方便 單馬達,前驅 馬力 136 匹,扭力 200 mm 是一輛好家庭車的性能數據 車長 4.2 米,闊 1.8 米,高 1.6 米 續距 278 米 尺寸與比亞迪步海豚相近 不過 Cloud EV 較闊及較高 所以車廂空間表現更加優秀 這輛車是 4.29 長,續距 2.7 米 大家看到反映後座 我是有一個非常充足的腿部伸展空間 這個腿部伸展空間 作為一個長途行駛的話,應該是不會有很大的投訴 我想,1.7 人或1.7 多的朋友應該都不會有投訴 它的腿部伸展空間可以伸到那麼長 我頭頂的空間 就順便有少許,只有兩個拳頭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高大的朋友 可能你的坐姿要躺下坐 便會舒服一點 不然你有機會會有頂頭 所以大家要因應 另外,我的腳面是可以完全放入座椅下方 這個我經常都說非常不錯,我挺喜歡的 另外,它中間有一個奶出風口,不是行溫 但它有奶出風口,起碼後座的朋友都不會辛苦 這張椅子跟之前的駕駛席和座椅一樣 依然承托力十足,用料是一樣的 它的屁股和椅背位都非常不錯 但還是那一句,我希望這些椅子可以升高一點 譬如斜上一點 大家看到我現在都是屈腳的 它的駕駛席都不能夠完全承托大腿空間 我一定要這樣伸直才行 所以整個設計需要很舒服地伸直腳 這樣便能夠完全承托空間 來到尾箱,首先想說它的電尾盒是電的 之外,我們看到尾箱的空間其實是不差的 其實它的尾箱空間 之外,揭開尾層板,下面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浴缸位 讓大家可以置物 所以作為家庭SUV來說,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之外,如果我們將後排座椅躺下的話 它的容量可以一下子達到1,707 公升 都是那句話,如果大家作為家庭很需要擺放東西的話 其實這輛車都很適合大家需求 而且它還可以是64 分離 所以躺下一邊的話,有時要長一點的物件 或者擺放多一點物件,但後面有人坐的話 大家在後座的整個美上空間表現都頗靈活的 我覺得這輛車的空間感非常足夠 大家看到現在,整個車身內容的設計 它是以這個空間和擺放物品為主要的 其實用料亦不算太差 雖然它有很多人造皮革 但大家看到它在中控台,其實是用了一個房目 我自己是頗喜歡這個房目的 因為我經常都和大家說 譬如我試K-Car 時,我都喜歡日本仔的車 它當時都用了一個房目 去營造一個家居的感覺 這輛車其實也有同樣的感覺給予我 至少整個中控台的設計,我自己是頗滿意 因為其實也頗有傢俬的感覺 正如我剛才提到,它有很多擺位的設計 看看這裏,它有三個杯架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三個杯架 下方當然更加有一個儲物空間 可以給大家擺放物品 它有一個庫架,當然有一個手飾箱 容量也算是深的 之後就是手枕 手枕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其實是有差不多深的 它有一個煙冊位置,12V 的煙冊位置 它有一個無線充電 當然,如果我覺得這個無線充電能夠多一個 就更加理想了 正如剛才所說,座椅空間很寬闊 所以坐下來是舒服的 亦是有起一張椅子 這張椅子的用料當然是仿皮 但摸上的感覺其實不太差 同樣也是那句,座椅的腰背和臀部的承托力是非常不錯 長度行動車的話,不會有太大的投訴 來到這個中控屏幕 其實它的介面設計,我個人認為是不差的 大家看到它的介面是英俊的 我覺得它有趣的地方 除了它有Socket Key之外 其實右手邊,我只要按中間的這個按鈕 其它的Socket Key 便會顯示出來 例如Energy Recovery 即是動力回收、左兩邊側鏡等各樣的控制 都給予你 甚至Drive Mode,亦可以在這裏調校 不需要每次回到車控制調校 在這個有個快捷鍵便可以全都給予你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是頗為不錯 當然,我依然說過一句 現在很多內地的電車 很多電車都不單止內地 它們的冷氣調校 全部都是在中控屏幕的較大小 經常沒有實體件 不過這輛車的冷氣風口 上下左右的都是用實體的 不會在這裡移動 左右內邊移動又高低性 之後在剛才提示駕時 提到它的主動式安全設備 就是這個版面 就是前車碰撞、路線偏離 智能遠光燈等都給予你,它是沒有自動泊車的 剛才提到它有駕駛模式和動力回收 另外它亦有 Auto Hold 它可以開 Auto Hold ESC 都可以開或關掉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介面,可否變成 Apple CarPlay 對不起,暫時未有這個功能 另外亦有氣氛燈點綴一下 先說說這輛車的優點 這輛車首先是車身較高 坐上來時,視野較廣闊 是較容易看的 所以這是第一樣的好處 有時對於一些朋友來說,車身較高 見前方的視野較容易看 左右兩邊的 A 柱 看上去好像很阻礙位置 但那個盲點位其實是很弱的 A 柱的盲點位 原因是因為這個 A 柱向前延伸了 所以我剛才一直駕駛時,我發現左右兩邊的盲點視野 也不算太辛苦 太有盲點,加上它有少許窗 而且因為它向前伸了 我現在的坐姿,我覺得左右兩邊的盲點視野 其實我是挺清晰的 所以這輛車在前方和左右兩邊的視野 其實都沒有太大適應空間 後方的擋風波亦亦較大快 所以我一直駕駛時,我看後方的視野都很廣闊 首先,這輛車作為一輛家庭的SUV 來說 它在視野的適應上 其實是不需要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很多朋友一坐上來 第一時間都可以適應到這輛車 因為這輛車始終是高身 加上懸掛問題 所以大家在轉彎時,不要太高速入彎 剛才我維持一個最正常5、60 標準入彎時 其實車身的傾側幅度 都可以在接受範圍之內 不算太大,傾側幅度不算太誇張 當然,如果你突然刻意高速入彎 整輛車真的傾側幅度很大,很船 所以這輛車是要求你慢慢慢慢 很滿滿,舒舒服服服去駕駛 可是這輛車的車架是非常不錯的 剛才我駕駛了兩顆多小時 我發現這輛車是非常紮實的 無論它的車架,無論它的底盤都很紮實 所以作為駕駛者,你會覺得很安全的感覺 之後就說動力 這輛車雖然動力在數據上當然不太強 剛才我試駕的時候,在一些普通的路面 譬如我們現在平常路段的情況時 我調校了這個平常模式 我上車時就調校Sport 但在平常模式下,它就不會有甚麼推背感 它的加速都非常善性向 慢慢地增加,慢慢地增加 但到Sport模式時,當然可以輔助到整個電池 反應更加靈敏,扭力更加快去爆發 所以在上車時,尤其是長命車 剛才我調校Sport模式,令這輛車更輕鬆 但你問我這輛車是否很強大的性能 一定不是的 它是一個非常家庭偏向舒適向調整的 之後就是它的動能回收 它的動能回收其實有三級 我現在一直都嘗試用最強的一級 因為它的動能回收的力度都不算很猛烈 不會突然間放了電門,就會很猛烈向後拉斜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剛剛好,現在的強的動能回收 我現在放腳時,其實不是很感受到那種很大的猛烈拉斜 其實是舒服的,拉斜的速度 我是頗滿意的 如果我調校中間標準的話,其實與汽油車沒有太大分別 所以我個人建議大家調校強的動能回收比較理想 這輛車的隔音其實比我想像中做得好 老實,剛才我駕駛時,其實我沒有聽到很大的風聲 車廂都是保持著一種非常寧靜的感覺 唯一一件特別顯示到它的大聲就是露燥聲 所以在輪胎上,可能大家要有少許留意的地方 但是除了露燥聲之外,其實我其他聲音都不太聽到 因為剛才我一直駕駛時,我都經過了路段 大車在我身邊經過 巴士或貨櫃車經過 其實它的隔音做得非常不錯 這是一個蠻驚喜的地方 所以這輛車亦是值得一讚的 另外,停車時,它會立即有地面的鏡頭給你 即是讓你能夠看到,其實你現在與左右兩邊的路膊 相差多遠 你問我,如果新手坐上來的適應期,其實是非常快的 因為剛才我稍微覺得它有少許大步 但這輛車很快便可以適應到 所以作為家庭駕駛者或新手駕駛者來說 這輛車的整個調校都很像汽油車 而且整個體位及各方面都是容易的 亦都很適合大家作為家庭代步車 拍車時後鏡顯示的畫面都算清晰 我試過完全按後鏡畫面拍車 聯合視角的角度都很準確 Clown EV 的一換一車價是178,000 港元起 性價比來說都算不錯 設置一些預算不多 但又想追求車廂空間的用家 便宜地買一部用來全家不上都可以考慮 不知道大家又如何看 不妨留言一起討論 最後記得幫我搜CLS 影片 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它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